哈喽大家好我是起冲 今天呢我这一期视频的讯息量呢有点大 OK 大家就当做我一次过讲很多个故事然后慢慢来消化吧 OK为什么今天这个视频呢这个讯息量会很大因为今天 有发生了很多新闻啊主要就是呢 楼福州州选举呢今天很多政党的都已经正式宣布完所有的候选人 尤其是三大阵营就是国阵 西联还有国盟 尤其是国阵的候选人 终于在今天已经全部揭晓了 OK 然后呢 我一个个来整理一下了今天呢 第一个最大的讯息就是呢 非常让人意外的是 巫统并没有拿掉马华的选区 马华依然是上阵15个不过有几个选区交换啊 那几个选区交换呢 其实有带出一点信息就是其实 他交换出去的那两个选区呢 如果在现在马来人的支持度来说呢可以讲是包胜的 但是 就是 因为包胜所以要留给武统 然后就给武统拿回去 然后就交换了两个胜算没有这样高的选区 一个是四股来还有一个是幽景镇 这两个马华的胜算是相当的低啊 然后他交出去的另外两个 那马来区胜算非常高的OK 就等于马华可以胜的选区又要被砍多两个 OK这个不是很重要的点啊 更加重要的点就是呢 为什么巫统还是保持15个选区给马华呢 这个 这个新闻带出了什么讯息呢 我想来想去的 这个新闻呢 他只带出一个讯息 就是呢 巫统认为呀 马华还有 作用 马华对巫统还有利用价值 就是 马华不单单只是 花瓶白色罢了 马华还是要发挥一点本来就应该发挥的角色 马华对于巫统来说应该发挥什么角色 就是要拉华人飘落这是最基本的操作啦 OK 所以 现在巫统会给回马华15个选区就证明了巫统 仍然 期待 马华可以发挥他拉华人票的角色 OK 而且这个期待蛮大一下的真的给回他15个这是蛮奇怪的事情啦 或许了 巫统啊现在还是认为 现在普遍华语选民有很多 已经不再支持西联已经对西联失望了 然后这些人很有机会回到国阵的怀抱中 可能是这样认为啦 但是我觉得这个算盘是打不响的啦 因为 即使是对西联希望 失望 这些人的选票呢也有其他地方去不一定要去国阵 好 OK 然后 我想说的就是呢 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讯息是呢 本来我们是认为了巫统根本都不需要看华人票 当然 看马来票就可以过关了嘛 为什么突然间他又要这么看重华人票呢 他的算盘应该是如果我派马华 下去打这个选须啊 可以加一点 华人票 然后在他原本的马来票基本盘啊 这样可能会胜 为什么 这个巫统呢会认为 马华这次可以拿马来 拿一点华人票 其实 我认为有一个讯息要带出来的就是呢 巫统 他对于他的马来票的盘呢 也缺乏了信心 也缺乏了信心 虽然他的信心可能比509的时候强 但是呢 他现在呢他的信心也有一点动摇 为什么会动摇我告诉你 就是呢 他唯有认为 他的马来盘 不足以 让这个 马华候选人 获胜 怎样也需要 靠马华候选人 拿一点华人票 再加上他原有的马来票 才可以获胜 只有这种情况之下 他才需要马华发挥他的角色 本来我是认为巫统根本不期待马华发挥角色的 可是现在的情况来到 我们看到巫统期待马华发挥角色 然后我认为背后的原因就是呢 巫统认为 他单单马来票不足以让马华候选人胜 也不足以让他国阵任何一个候选人胜 为什么会突然间有这样的变化 巫统不是对马来票很有信心的吗 OK 我跟你们讲 其实发生了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其实呢我之前我说过很多次了 但是 在马六甲那一次呢并没有真正的发生 可是这一次在楼佛州可能会发生 楼佛州呢 蛮多选区呢是混合选区 所谓的混合选区就是呢 马来选民啊不至于去到七八十八千那种 马来选民可能最多也是五六十八千那种 非马来选民就可能去到四五十那种啊 这种混合选区啊跟马来选民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啊 OK 所以我们想一下一个混合选区 马来选民稍微比较多一点的比如说 马来选民60% 然后非马来选民40% 比如讲一个这样的选区了 这样的选区呢 这一次选举呢跟509的时候呢 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就是这一次真的是超级多角战 我听说有些选区呢可以去到五角战 怎样五角战 他起码有三大阵营啊 三大阵营就是 有国阵国门 还有西联 至少有三大阵营啊 这三大阵营呢 之后再来一些外围的 有所外围的可以来一个姆达 再来一个斗士党 再来一个那个 全民党 再来一个瓦里山最多可以去到七角战我告诉你 应该会发生 我们不要把独立人士算在里面啦 我们就以政党来算报啦 最少可以去到七角战 好 七角战的话 你觉得 他的选票会有怎样的变化 我们就单单说马来选票就好了 OK 马来选票我们也不用去到这么多 我们就简单的就说 如果一个选区里面 他有 啊 国阵 西联 还有这个 国盟 当然这三个罢了 马来选票要怎样走 啊 我可以先假设 西联是完全没有马来选票 OK 国盟可能拿到 10多 20%马来选票 OK 剩下 80%马来选票应该是要给巫通 对不对 OK 这个时候呢 如果来一个 斗士党 啊 斗士党 可以分到这个巫通的马来选票 应该是跟这个 郭盟差不多一样 最多也是输他一点点 啊 斗士党是一个很大的变数来的 其实在 柔佛有很多选区了 只要斗士党啊 可以成功拉走5-10%的巫通马来选票的话 巫通就输了 国阵就输了 OK 你们可以去看所有的选区 如果多了一个斗士党 他把巫通的马来选票5-10%拉走的话 巫通跟国阵 可以全线倒到完 啊 当然 最主要的决定因素还是要看那个选区的马来选民比例有几高啦 如果马来选民比例的高到是 70%以上的这样就 没有影响 如果是60%以下的话 有的打 有的看 有看头 我告诉你 OK 所以 可能 巫通他就是算到这样 如果多角战之下 他的马来选票 他要分一点给国盟 他马来选票又要分一点给斗士党 啊 这样算到来的话 他剩下的马来选票 如果在完全没有华人票的情况之下 能不能确保国阵候选人生呢 啊 这一点他就开始犹豫了 他就开始 丢一点 缺乏信心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必须要 马华的助攻 他必须要 马华怎样也要争取一点 拉一点华人票过来 这样他们才有机会有胜 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 武统保留了15个议席给马华 OK 就是期待 马华发挥 他本来应该发挥的角色 OK 这是第1个讯息了 然后我现在要说第2个讯息就是呢 你们看马华的15个候选人 马华的15个候选人呢 基本上你们可以看到了一个 变化 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可以说呢 马华有史以来 从来没有这样来拍过候选人的 他这一次他的候选人呢 对于 年轻牌来说呢 年轻牌啊 这个牌啊 是非常有诚意的 我老实跟你讲啊 我必须说 这一次马华派出来的候选人呢 对于年轻牌来说呢 是非常有诚意的 他的候选人可以讲啊 全部都是年轻人 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而且是年轻到啊 当地前面应该全部都不认识的 我比如说我巴洛就好了 我巴洛到最后拍一个 你什么是 全巴洛人都不认识他 我老实跟你讲 真的今天 整个巴洛人都在讨论 到底这个人是谁啊的 没有一个人认识的 OK 还有其他地方我相信也大概是如此 就是 他们 马华硬硬要派年轻人出来 然后呢派出来的人是 完全没有人认识的那种 当然啦 年轻人阅历也是有限的 所以 没有多少人认识也不奇怪啦 OK 但是 终于看到马华这一次呢 不是那种老油条 巴着毛坑不拉屎 而是真正的派出 年轻人出来 当然 马华会做这个举动呢 可能就是想要老一点那些年轻票 这一届 我们多了18、19、20 这三年的 选民 所以 可能马华就以为他只要派出年轻的候选人可以拿到年轻选票 当然这个理想是非常的理想但是现实会怎样大家知道啦 OK 当然马华 他当然有这个自由这个权利去打这个算盘啦 只不过这算盘打不打得想那个是另外回事啦 OK 所以我就告诉你马华从完全是冲着这个年轻选民来的 所以他这次就推这些 年轻选民出来但是 他推这些年轻选民出来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真的是派出来很多那些 当地人完全不认识的那种 OK OK 然后呢 我现在要带出第3个信息就是 这一次 马华的 选举结果呢 极有可能会破单 我老实说 虽然上一届马华是吃蛋了 这一届他极有可能会破单 因为呢 因为呢 看要看 马来 马来选民那边呢 这一届会支持 马华 的比例 肯定会多过 509的时候 所以就要看呢 单单是靠马来选民 这个 马华会不会过关 我觉得有一些选区呢 是马来选民比例超过60的 马华都很有可能破单 至于 马华 如果破单失败的话呢 就只有一个可能性吧 就是 可能是 那个 国门跟这个 斗士党 分散掉他 太多马来选 只有这种情况下 他才会破单失败 但是我觉得 以现在的情况来说 马华要破单应该是不难 但也不会太过回簧了 到底可以拿多少戏 我不懂 我只能说他应该是会破单 OK 就是 这以上这三个讯息 我今天要讲了 然后我讲一些后话 就是 就是我要对楼佛选民讲的东西 对整个楼佛选选 我只有一句话 就是 也许因为有这个马来选票 我们并没有办法决定 马华的赎赎 但是 我觉得 我们依然 可以选择做一个有尊严的华人 在马来西亚 应该要做出怎样的选择 你才叫做一个有尊严的华人 你们应该自己知道 不需要我教了 如果 你是 非常享受 巫统 继续楼宁你多个60年的话 这样请编吧 要不要尊严是你个人的自由 OK 然后呢 我就想说 有些人可能会想到 就是说 华人呢 不可以把票全部投给反对党 一定要把票稍微 给国阵一下 给巫统一下 如实一来的话呢 那个国阵跟巫统才不会走得太偏 怎样都要 拉住我们华人一下 因为我们华人给他一点票啊 他怎样都要拉住我们一下 我这里呢 我就要哪一个限制来拔 你们一拔就是 还记得2004年那一年选举吗 2004年那一年选举 巴克拉 第一次领军大选 国阵大胜 马华也是大胜 马华怎样大胜 马华竞选40个国会议席31个中 你可能忘记了马华曾经有31个国会议员 周议员也绝大多数都中 他的胜选率呢接近80% 就是一个这么强大的马华可以得到这么多华人支持的马华就在2004年 但是我告诉你 第二年2005年 吉祥姆丁就举荐了 所以我就想问你了 你华人在2004年这么大力支持马华 结果巫统在2005年就举荐了 巫统会珍惜你华人票吗 我问你 60年了还不行吗 我觉得你现在就算是100%华人票给巫统 你看巫统会怎样珍惜你华人票 你自己想一下啦 OK 今天我讲到够多了 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为止啦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